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网的岩石良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 新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四课的句型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看到了 这个形式 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它前面跟上动词的圆形 或者动词的内形叫它是表示给对方一个建议的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初期学习的 最好做某事或者最好不要做某事的用法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先拓展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接续动词还是用圆形或者内形加上koto 动词还是用圆形或者内形加上koto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表示要求命令等含义 也就是必须要什么什么这样的含义 那有同学说老师 这个时候这个koto是一个怎样的用法呢 大家记住 这个koto啊 首先大家会发现它都放在句末 而且呢 这个时候这个koto往往用在书面的一些文书当中比较多 比如说一些通知 一些规章制度 甚至还有什么文书当中会用到这个koto呢 就是各位同学可能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都做过这样的工作 就是在比如说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制定一个详细的暑假计划 说早上必须七点钟起床 然后呢 七点半吃早饭 然后呢 八点钟开始看书 九点钟开始做暑假作业 然后时间钟呢 休息一会儿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文书文件当中呢 会用到这个koto 比如说 这是一个学校的一个通知或者要求 说 reportは来自火曜日までに提出すること reportは来自火曜日までに提出すること 这里大家记住了 千万不要在句末加上da 因为大家会发现 如果加上da 就变成了我们在上一节课学的koto da 这个句型 而koto da 它不是一个要求 它是一种建议 所以这句话 它并不是说 建议你最好下周 在星期二之前叫报告 这个意思 它不是在建议 它只是一个要求 所以呢 千万不能加上da 就变成了 reportは来自火曜日までに提出すること 再比如说 以前小学的时候 可能各个同学的学校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廊下をはすらないこと 廊下をはすらないこと 不要在走廊里奔跑 这是个要求 而不是建议 所以千万不能加上da 再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 各位同学在制定 详细的暑假计划的时候 都会说 哎呀 我每天要七点钟起床 就可以写 然后每天都要学两小生日语 每天二時間日本語勉強すること 在这样的一种表决心的一些 制定详细计划的表格当中呢 也可以用到这个要求的koto的用法 所以这个koto同样是放在句末 但它的含义呢 和koto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混淆在一起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下面一个句型 kane nai kane nai 那么首先 大家先把坚持化一下 坚持的话呢 是动词的mashing加上kane nai 动词的mashing加上kane nai 当然是动词mashing 去掉mashing之后加上kane nai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啊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同学一点就是 我们在理解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型 它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通过它里面是否带有nai 来判断的 当然我们知道nai 它的确是我们所谓的否定注动词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任何词的否定都是靠nai来完成的 但是大家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在初级曾经学过 かもしれない 你会发现它是以nai结尾的 可是かもしれない它不是不可能的意思 它是可能 行くかもしれない 是可能会去 它虽然是可能吧 可是它整个形式是肯定的 那么同样的 你会发现有些词 有些句型 虽然它没有nai在当中 但它本身的含义是否定的 比如说 dame dame虽然它没有nai这个词在里面 但是dame的意思就是不行 再比如说muri 它是写无理 muri虽然它同样没有nai这个词在当中 但是muri它的意思就是不可能 不行 做不到的意思 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了 我们判断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型 它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 并不完全试看它整个形式当中 是否带有nai这一点来判断的 所以同样的 今天的动词的mashing加上karenai这个句型 它也不是否定 它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见它的翻译叫做 有可能会说不定会怎么怎么样 换句话说 它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前项 只不过karenai 往往是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恐怕会发生前项 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吧 所以大家注意了 首先千万不要以为karenai 它是否定句型 不 它是肯定的 是有可能 只不过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而已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第一句话 お酒を飲んで車を運転すると 事故を起こしかねない お酒を飲んで車を運転すると 事故を起こしかねない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喝了酒之后再来开车的话呢 是有可能会引发事故的 是有可能会引发事故的 第二句话 彼の性格から考えると そんなこともやりかねない 彼の性格から考えると そんなこともやりかねない 从他的性格来考虑的话呢 也是有可能会做那样的事情的 有可能 所以如果要在karenai 旁边画上约等号的话 实际上这个karenai 就可以和我们初级学的 かもしれない 画上约等号 是有可能 那么当然了 かもしれない 它无关乎是好是坏 好是坏是 都可以使用到 かもしれない 但是刚才我讲的 karenai 一般来说 只用在坏式上面 那么先可以预告一下 以后我们在二级阶段 还会再学习 另外一个句型 实际上这些恐怕的恐的 叫做恐れがある 恐れがある 这个句型 就基本上 可以和今天的karenai 画上 基本上完全相得等号 也都是有可能 会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么 讲完karenai这个句型之后 我们再来拓展一个句型 就是karenai 首先 先看一下接续 接续的话是 动词的mask形 去掉mask形式 加上karenai 动词的mask形 去掉mask形式 加上karenai 那么 在讲karenai这个句型的含义之前 首先先要激进大家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 karenai和karenai 是对应在一起记的 因为其实 从本身的单词的角度上来说 的确 karenai 是这个动词的肯定形式 而相对的 karenai 就是这个动词的否定形式 虽然 本身的词是这样子的 一个形式对应的情况 但是 作为句型来说 动词的mask形式 和karenai 和动词的mask形式 和karenai 意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刚才我们说 karenai它表示 有可能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karenai是什么意思呢 难以做某事 难以做某事 但是一说到难以做某事的话 很多同学就会想到 其实我们在初级 已经学过一个 难以做某事的表达形式 叫做动词的mask形加上 nigui 动词的mask形加nigui 也是表示难以做某事 那么 大家注意了 实际上动词的mask形加nigui 这个难以呢 它往往是指客观 客观质量差 或者呢 叫客观条件不允许 这时候我们往往会用nigui 用的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这支笔质量很差 很难写 叫kakini gui 这条路铺得很不平 很难走 一走一个坑 叫arikini gui 对吧 有时候这个绕口令 很难念啊 发音很难 叫yomini gui 都是可以的 这是客观质量 或者客观条件问题 而今天的kakini呢 和客观质量 客观条件 没有关系 今天的kakini 它表示 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就说了 即使想 也没办法实现 什么叫 即使想 也没办法实现呢 换句话说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们很想 直接跟对方 说一句nidame 很想跟他说一句nidame 不可以 但是呢 建于一种身份上的关系 比如说我是店员 你是客户 那你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不能跟你说dame啊 那怎么办呢 那很多时候 我就说 哎呀 比如说这个 那个客人说 もっと安静してくれませんか 您不能再帮我便宜一点啊 然后我其实亲密看他说 到底那么便宜 还给你便宜一下 说dame 但是我不能这么说 我只能说 哎呀 您的要求 我难以处理 您的要求 我难以满足 换句话说呢 说白了 虽然是dame的意思吧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 其实作为一个 跟你一样立场的人 来说的话呢 我也很想帮你 再便宜一点 但是我真的没法实现 所以很多时候 他说了 用在比较郑重的 或者有礼貌 委婉地拒绝 别人要求的时候 只能让我记住 可以让我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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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客观条件 客观质量没有问题 说白了 他就是想说dame 但是呢 我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直接把dame 宣称于口 所以我就用kane 来客气客气 委婉 委婉 比如说 第一句话 我实在难以赞成的意见 这句话 说白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 その意见には 我没法赞成 但是介于 我们是同事关系 或者呢 一些人际关系 我不能把这个 できない 这个句话 直接说出来 于是呢 我就说 虽然我内心 是很想帮助你吧 但是我实在是难以实现 到这个 这个动作 就是 下名句话 担当者が不在なので 私には分かりかねますが 担当者が不在なので 私には分かりかねますが 因为 负责人不在呢 我是不太清楚的 那么 这句话就 很明显 是跟一个 お客さん 跟客人说的一句话 换句话说 说白了 客人为了你个问题 你很想跟他说 分かりません 分からない 但是大家知道 在日本是非常注重 这个service的 所以 客人问你问题 你是不能够 直接说分からない 怎么办呢 我也很想分から 我也很想告诉你 但是真的很难实现 客气的说法 正宗的说法 分からない 所以 再强调一下 かねる 分からない 在作为句型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放在 一组当中聚集 还是分开来 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们拓展的 一个 かねる的句型 这样我们再学习下面 一个语法 においで においで 首先 先把接续话一下 接续 一般来说 它是接在 表示时间 场所 状况的 名词后面 也就是 名词加上 においで 这个形式 名词加上 においで 这个形式 表现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在 在什么呢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场所 在这个状况下 的意思 这时候啊 大家就会想到 其实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场所 在这个背景 在这个范围状况下 这样的一些表达形式 我们在初级 也是学过的 当时我们是以 隔住词的形式 来学习 我们学过 在这个时间点 是用隔住词的 に 而在这个场所 在这个状况 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话 是用隔住词的 で来表示 所以实际上 如果 今天的においで 这个句型 我要在旁边 画上等号 或者说 约等号的话 它就是和我们 初级学习的 表示 时间点的 に 或者表示 动作发生的场所的 で 或者范围的で 是一个意思 表示 在这个时间点 或者在这个场所 在这个范围当中 的意思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很简单 においで 比起 に 和で来说 更加的 正宗 更加 有礼貌 更加的 深硬 更加的 舒面 我们来看一下 例子 第一句 1964年のオリンピックは 東京において 行われた 1964年のオリンピックは 東京において 行われた 1964年の奥运会 是在 東京 举行的 那么 这个 東京において 我就可以说 東京で 行われた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行われる 这个动作作用 发生的场所 再比如说 下面一句话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医療保険制度について 論文を発表した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医療保険制度について 論文を発表した 这里呢 有个 における 这个形式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 说得很清楚 叫 修饰名字的时候 是由 における 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 における 和において 一样 他也是表示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场所 在这个范围的 但是 において的话呢 说白了 就是 动词 おくり的 天形中盾 它后面得跟一个 动词 中盾 剧情中盾 后面得跟动词 但是 における 大家会发现 它是一个 动词的原型的形式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做 定语修饰 后面的名词 所以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和アメリカにおいて 一样 都是在美国的意思 不过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它是做定语修饰 后面名词 就是修饰后面的 医療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 在哪儿的医疗保险制度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医療保险制度 在美国的 医疗保险制度 所以 における 这个形式 大家记住了 那实际上 大家注意了 除了 における 它可以 做定语修饰名词 之外 这个剧情当中 还有一个形式 也可以做 定语修饰名词 就是 我直接在 において 后面加上 の 构成了 においての 这个形式 所以大家记住了 实际上 においての 和における 是一样的 においての 和における 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 在什么地方的 在什么时间的 在什么状况下 的一个什么名字 的用法 都是接续 做名字的用法 都是接续 名字的用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才我说 这个において 这个句型 如果要画上等号的话 它是我们初级的 时间点的に 或者场所放的で 画上等号 那么如果 现在我要让大家 用 初级的语法 来解释一下 においての 或者における 的话 他们画上等号 应该等于什么呢 先思考一下 可能有同学 已经想到了 他们画上等号 实际上 就应该等于 我们初级学习的 格注词 叠加的 での 等于 格注词 叠加的 での 所以我们看到 第二句例句 它叫做 アメリカにおける 医療保险制度 我同样也可以感称 アメリカでの 医療保险制度 アメリカでの 医療保险制度 也是可以的 所以 这些 用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好 下面 において 还可以表示 在某个领域 某个方面的意思 那实际上呢 这个某个领域 某个方面 也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初级学习 领域和方面 其实 也是用 格注词で 来解决的 也是用到 格注词で 所以我们说 范围也是一样的 所以 还是可以比较 简单理解为 において 就是我们理解的 时间点的に 或者场所 范围的 对的用法 比如说 食生活において 大事なのは 食べ物の バランスだ 食生活において 大事なのは 食べ物の バランスだ 这同样 也可以改成 食生活で 而这个で 就是限定 范围的 有一样东西 很重要 是什么呢 就是饮食的 平衡 那么 饮食的平衡 这个事情 是在什么 范围当中 是重要呢 是在 食生活 在我们的饮食 生活 这个范围当中 它是重要的 下面一个单词 下面一个例句 このボールペンは 値段は高いが 使いやすさにおいては 他のものより ずっといい このボールペンは 文字笔 它价格 是贵的 但是 在 使いやすさ では 通常使用 来限定 范围 在 容易使用的 这个领域 这个范围 当中呢 它是 他のものより ずっといい 其他东西 都要好很多 真的用法 好 那么 语法解释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课的课题 叫做 新人生の心構 那么 心構 这个单词的话 在上上节课 我们在讲 单词上讲过 就是 叫做 心の中の準備 所以 课题就是 新入社员 换句话说 新员工的一个 心理准备 的意思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第一句话 新人社員は 学校卒業した ばかりの人が ほとんどです 在这里 它有一个句型 是我们在 上节课学习的 叫做 他ばかり 动词 他选着 和ばかり表示 刚刚完成 然后呢 这里又是 他ばかりの 换句话说 是揭续 名字形式 所以这里呢 学校卒業した ばかりの 是做人的一个定语 怎样的人呢 刚刚从学校 毕业的人 是几乎全部的 几乎全部都是 刚刚从学校 毕业的人 所以呢 仕事や ビジネス要件に対して 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 いわゆる 社会人 初心者 などです 这里 首先 有一个 に対して 这个句型 に対して 这个句型 我们在上节课学过 有三个用法 一个表示 对象的 对于前面 这个对象 做了某个动作 或者 持有某个态度 还有呢 表示 数量上的 比例关系的 还有呢 表示 与前面相反 后向是 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 就是对象 后面有一种态度 叫做 右も左も分からない 一无所知 那么 是对什么 一无所知呢 对象就是 仕事や ビジネス要件に対して 对于工作 或者 商业界 是一无所知的 然后 后面 いわゆる いわゆる 我们在讲单词上 讲过 连体词 所谓的 所谓的 社会人 初心者です 初心 这个词 我们在初级学习过 两个含义 一个表示 初级的意思 就是刚开始 学习某种技能 的人 叫初心者 还有呢 就我们所谓的 初中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初心忘记 勿忘初中 这个初中 就是初心 所以 是一个所谓的 社会人 初心者 所有 几乎所有的 信任社员 都是所谓的 社会人 初心者 下面 新人社員 としての意識や 心構えを 高く持つかどうかで 入社後の働きは 大きく変化するでしょう 所以这里 首先 有一个我们在 初级学的剧情 叫做 として として表示 身份的作为 那么 在很多的话呢 是接续名词 所以 新人社員 としての 是作为 後面 意識や 心構え 的一个定语 怎样的意识 和心理准备呢 就是 作为 心入社员的 意识 和心理准备 那么 作为 心入社员的意识 和心理准备 我高く持つかどうか かどうか 是初级学的剧情 就是 高く持つか 持たないか 的意思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 很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 意识 或者心理准备 で 这个で 它是表示 方式方法 方式方法 要做到什么动作呢 做到动作就是 入社後の働きは 大きく変化する 你入社之后的 整个的行为 整个的表现 会发生大大的变化 那么 你入社之后的 行为表现 是如何发生 大大的变化 或者说 你入社之后 的行为表现 是通过 怎样的方式方法 发生大大的变化的呢 就是通过 要看你 这个是方式方法 要看你是否有 高高的有 一个作为 心入社员的意识 或者叫做 心理准备 下面 以下は 心理社員が 心構えておか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基本的な項目です 这里他会发现 他把心構えて 从名字又变回了动词 我们在单词当中 讲的心構えて 这个名字的话呢 实际上是从 心構える 这个动词 它的マス型拿过来 做名字使用 变化过来的 那么 心構えて 这个名字它表示 心理准备 那么 心構える 就是在心理做准备 这个动作 然后呢 再加上了 手掌握 这个补助动词 那么 补助动词 手掌握呢 我们是在出去学习过的 它表示 就是事先做好 事先做好什么准备 所以所谓的 心構えておく 就是事先先有好 这个心理准备 那么 新入社員が 心構えておか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现在这里是作为 基本的项目的一个定义 所以 以下 就是一些 心入社員 必须 事先 先做好心理准备的一些 基本的项目 或者说 基本的内容 好 那么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 在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来学习 第四课的课文 和第四课的绘画